那我請教一下明潔 這一類的這一個對外的強硬派的聲音 輿論跟帶風向 會不會影響到北京的軍事決策 當然我覺得他會有一個 炒出一個內部的一個氣氛 那是不是會對習近平造成壓力 我們當然從他實際的一個對外的一個作為 去做觀察 那當然中印到底會不會開戰 目前看起來 雖然嘴巴講得很硬 特別是像胡錫進 每天喊打喊殺 但是我們看到 整個實際的作為來講 至少這個中國跟印度的這個外交部長 他在這個俄羅斯會面之後 那針對中印邊界問題 現在目前是達成五項共識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看起來 應該是說 這個北京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對於中印邊界的問題 他不想進一步的擴大跟衝突 不過實際上的一個發展 會不會如雙方所願 特別是北京所願 我覺得還是很難預測 那特別是中印外長 雖然這一次有達成五頂共識 中間很重要 就是說希望繼續對話 然後兩軍盡快脫離接觸 那這樣的一個雙方所謂的共識 先前實際上五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在另外一個加勒萬 合股的時候 那時候雙方爆發衝突 同樣有經過會談 然後也是希望 這一個加速脫離接觸 那脫離接觸在這個加勒萬 合股之後 但是又在另外一面的這一個辦公錯誤發生衝突 所以這一次中印雙方是不是達成的共識 就能夠 雙方能夠控制好彼此在軍中的一個 比如說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面的一個衝突 後續會不會有爆發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那更這個值得觀察就是說 這一個中國共產黨過去來講 對於這種衝突 他一向是打打談談 然後合戰兩手 那所以這一次你看到印度事實上 他也學老公那一套 他對你也是以戰這個逼談 以談逼退 你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我 我也可以反制你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 為什麼說他也不怕衝突 直接攻占他三個制高點 就是說我用這樣強硬的方式 逼迫你來坐下來跟我談判 你談判之後說要脫離接觸 那結果如果在班公錯湖 這個區塊南側四指的 這個地方脫離接觸的話 事實上這一局是印度贏了 因為他占了三個制高點 我就算撤離 我還是這個象徵性的 我贏得勝利 對內是可以交代的嘛 所以在中印邊界衝突 我覺得印度已經慢慢掌控 這個主導權 那到底要不要發動衝突 事實上先前或許 這個北京認為說 他有一個充分的一個掌控的 一個能力能夠局部控制 結果現在這個主導權 被印度拿去了 那特別是接下來要觀察是說 現在九月了 事實上中印雙方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接下來冬天 冬天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嚴苛的考驗 特別是高山作戰 3600公尺以上海拔的 基本上都是零下50度 零下50度 你基本上是身體都沒有 知覺的情況之下 你要如何的一個 等於說在這種情況 還能夠進行所謂的雪地作戰 那最近有訊息是說 印軍方面 三萬多名的部隊 已經開始配發東莊 而且是特殊的一個東莊 他是可以高度 這個預寒保暖的 然後同時間 他印度在這個區塊 他部署的像這種T72M1的戰車 因為他的一個發動機 他是有增壓渦輪 在高山 他比較不會因為缺氧 他的這個動力受到影響 所以相較來講 解放軍人那一面 他的一個部署的兵力 先前不是說 他也開始在徵召 所謂的盟民藏民嗎 就一定要適合當地 這樣的一個環境 才有辦法作戰的一個 這個兵力 但實際上到目前來講 我想那個數量 還是很有限的 也就是說印度 他長期在準備 在中印邊界 進行所謂的軍事衝突上面 他早就有所準備 所以就算在這樣的一個 冬季嚴苛的一個環境之下 他還是有能力 跟他進行所謂的軍事衝突 但反過來看 解放軍恐怕目前來講 他在這個部分 他就會 這一個戰力上 有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損害跟折扣 所以目前 如果要進入冬天來講 我們會認為說 可能北京方面 會慢慢用拖的方式 先把這局拖過 等到他的整個天候 跟這個環境 對他有利的時候 再回過來處理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對這個北京不利的是 這個部分 他東面還有這一個 美國的這個壓力 在南海 跟在這個東海的日本的部分 所以整體上來看 整個國際的格局 事實上在中印邊界衝突上面 對北京事實上是越來越不利 好我們稍後回來 樂隊